今天第二堂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花了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经文读一遍 我觉得非常重要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了 从人类的眼光来看 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最大的一个 而且这个神迹也发生 或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再多多数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耶稣叫拉萨卢复活 即便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可能也听过这个故事 说耶稣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 从死里复活 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 圣经上说四十四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 那死人就出来了 因为他们当时伤葬的方式是 要用那个裹尸布把身体包起来的 包起来的 所以他就出来了 手里包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埋葬的规矩 后来圣经继续记载 耶稣对旁边观看的犹太人说 解开叫他走 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后面的一个样子 以后拉萨卢就从死里复活了 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 可能儿童主学老师都会讲这一段 但我也不知道这么小的小孩子 讲这一段 听这一段 到底能不能懂 能不能懂 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 看这一段的圣经 耶稣为什么要叫拉萨卢 从死里复活呢 耶稣为什么要叫拉萨卢 从死里复活呢 耶稣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 他进去就一个礼拜 然后就被抓 然后被审问 然后就被拎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就死了 然后就复活了 所以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 他有先到伯纳尼去 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叫拉萨卢同死里复活 按约翰福音的记载 这件事是接续在第十章 耶稣讲他是好牧人 他是好牧人 耶稣讲他是好牧人 后来犹太人就为了这个事情彼此争辩 他们彼此争辩 他们吵起来了 所以他们意见不一样 有的人说耶稣这样讲 那很可能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 有的人就说那不可能 所以他们就起了很大的争辩 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 在第十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 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个经文如果你回去 你把它抄起来 放在你的桌子前面 好好的多背几次 现在就没有人用笔跟纸了 请你写在手机里面 常常背这个经文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 在重要的时刻 可以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 安慰我们 二十九节说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个是耶稣对门徒说的 所以耶稣就说 你们在我的手上是很安全的 以后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最后他要被钉十字架的那句话 他说我与父缘为一 犹太人是为了这句话 就决定再也不能跟他 因为他说我与父缘为一 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是不能讲到父 这个概念 因为他是神 你称他为父 你就是他的儿子 那你就比我们大了 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奴仆 或者我们是他的子民 他说你是他的儿子 对吗 所以犹太人就生气了 这个是耶稣的言论当中 对他自己最明白的宣告 当耶稣准确地说 他就是赐永生的那一位 永生等一下 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 他说赐永生的那一位 他要保守他的羊 永不灭亡 你现在听这个词 都是一个词你知道吗 都是一个用语 就是一个概念 可是你没有想清楚 如果你想清楚 就完全不一样 他说他自己是赐永生 而且他保守他的羊 那今天问题就是 我们是不是他的羊 问题在这边而已 因为他保守他永不灭亡 这个就引起犹太人很多的争论 有的人就更接受他的想法了 有的人决定不接纳他 那过了不久 就发生了今天要讲的这件事了 就是耶稣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们所看耶稣 所行的这一件 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不仅有历史上的意义 就是说真正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也有神学上的意义 就是到底 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 最要紧的 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关系 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 有切身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 有切身的关系 因为我们人类内心 最深的恐惧就是 面对死亡 我们人类内心 最深的恐惧是 面对死亡 当然讲死亡也对 就是死亡 可是你知道面对死亡 就有一个动态感 死亡是一个状态 可是面对死亡 是人类最害怕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些害怕的事 有的人怕猫 有的人怕狗 有的人怕蛇 你有听过人家怕鱼的吗 我听过 我听过 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一个人 我问他 你怕什么动物 小不小动物 他说他怕鱼 我差点没笑出来 后来还好我没笑 你知道这是很不礼貌的 对不对 如果你怕一个东西 然后人家说 怎么这么可笑 你会怎么样 因为恐惧是一个 很奇怪的东西 如果挥得掉 就不是恐惧 对吗 就挥不掉 他说他怕鱼的时候 我就起诉 我就问他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然后后来我就 确定他试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鱼有什么好怕的 对吗 有骨头 你是有鲨鱼怕是不是 你是小时候吃鱼 吃到 所以就怕鱼 那就 就不要 不要吃鱼就好了 我们每个都有东西 会怕的 有的人怕老鼠 以昆虫来说 我知道很多人 怕蟑螂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我碰过很多人 他打蟑螂都是这样子 就这样 真的啊 他就这样子 我讲的不是这个小蟑螂 是大蟑螂 他就这样 他不是拿鞋子 他是用手当打 打完之后 就把他这样拿起来 然后就丢掉 当然还要洗手 对不对 好恶心 可是那个人怕蚂蚁 你看 我们这样是很不礼貌 对不对 我们就是公然在讲台上面 开他的玩笑 有的人都怕蚯蚓 你们 你们觉得蚯蚓可怕不可怕 我小时候 因为是乡下长大的孩子 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穿 脱鞋的 就是没有鞋子穿的 是南部的 我们哪里怕这些东西啊 就蚯蚓是钓鱼的好东西啊 就蚯蚓挖出来一堆 一堆 你看过一堆蚯蚓吗 它是在里面 钻来钻去钻来钻去的 全部都是蚯蚓 上面没有泥土的 然后还有粗蚯蚓 那青蛙是拿来钓青蛙的 所以青蛙 抓到小青蛙就这样吃一半 然后把它绑起来这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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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听过有人怕蚊子的 蚊子你一定要打 不然晚上你就不用睡觉了 对不对 有人怕蚊子 我们每个人怕的不一样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最深的恐惧 其实是害怕死亡 是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是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最深的恐惧 如果我们现在在座 在下面的 在听讲到的 你说 不 我并不怕死亡 那是因为你可能觉得 你离死亡很远 年轻的时候都不太怕的 天不怕 地不怕 或者你没有真正想过死亡 或许你连死亡也没看过 如果你认真的面对死亡 或者当你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人类内心 对最深的恐惧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 我最少主持过 一百次以上的追思礼拜 上个礼拜我岳母安息礼拜 我自己主持 他们说 安息礼拜 岳母的安息礼拜 是我让我小舅子决定说 他们要用什么方式 虽然她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可是因为他们家其他人 还有很多没信耶稣的 所以我们也不敢主张说 一定要用追思礼拜 那她就说要用追思礼拜 后来我就说 好那你去处理 后来她就跟我说 请你们教会做追思礼拜 要不要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那可不可以交给你们教会 我说好 后来我就包了 我看这个 主持最迹拜 我主持太多次了 我主持最密集的时候 二宾的人 有的都认识我了 然后殡仪馆 藏仪社更是认识我的了 几个藏仪社打电话去 后来都不用我自己打电话去 他们打电话去 就是说 我们是某某 我某某教会的某某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用教带事情了 我们会查查看 他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穷人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会打折 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替很多人 早期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医院准许家人 替他们换衣服 现在好像不行了 我们都帮他们擦身体 帮他们擦身体 我们教会当时 大部分过世的弟兄 都是我处理的 都是我处理的 心肌梗塞的有三位 都是我第一时间到医院 看了 他们家人都问我说 李长老他怎么样 我说医生还在抢救 可是我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知道 他已经死了 打了三十几针强心针 透过关系走后门 你听得懂吗 因为你不能打三十几针强心针 你打几针就没有效了 可是后来他们就说 再打再打 后来就打 就这样子 然后几个重要的 都是我自己 他们还让我们亲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那个以前还可以 现在都不行了 我进去 所以我对于死亡 有很多很亲身 这样面对面的一个经验 我也替我们教会一位姐妹 打电话给我跟我说 他说警察打电话给我 叫我几点几分 到我先生研究室的旁边 我说做什么 他的研究室是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研究室在学校以外 他自己买了一个研究室 因为你知道这些教授 他写很多的paper 他家里一吵 他就买了一个研究室 这样子 买了一个小房间 然后做研究室 他下班了去那边 然后有时候 我就在那边睡觉 后来我就去了 我就说怎么了 他就说警察叫我过去 说可能我先生 是不是住在里面 我说我先生住在里面 他说可能他已经死了 他说怎么可能 因为有味道出来 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跟你去 我就去 就带一个姐妹传道去 就一起去 去的时候呢 他那是四楼 我一到一楼 我就知道里面有一个死人 不知道是他先生 因为死人有个特殊的味道 是你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味道 如果是烂掉的话 跟死老鼠味道不一样的 我讲的是 没有在辅马林泡过的那种 暴露的 然后腐化的尸体 那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以前在军中的时候呢 是需要去验尸的 所以我对于死亡 碰过很多 我第一次验尸是运气不好 是验尸一个 是淹死的 然后那个 带我去的那个 另外一个验尸官就跟我说 他看着我就说 小少尉 我说是 他说第一次验尸吗 是 你等一下走远一点 不要靠近这样 那我们心里想 我是基督徒 你听得懂吗 我是基督徒啊 第二个呢 我们没有受过训练啊 我们知道怎么验尸的 我们拿个笔 拿个这个东西 在旁边寄的 那个验尸的会说 哪里怎么样 哪里我们就一寄啊 他说今天你不用 站远远的 不用过来 来就叫那个上位说 来你来寄 后来还没到那边 就说我们先去喝酒 先去吃饭 我们去吃饭 喝酒 我看他们拼命喝酒啊 我不太喝的 那个时候 我二十几岁 就喝一点喝一点 他说多喝一点 我就心里想说 后来快到他跟我说 他说你运气不好 今天是一个淹死的 我不要跟你讲那个状况 免得你跟我产生 一样的状况 我那天以后 我看完了一眼 我才开一眼 我眼睛一开 我三天眼睛都闭不起来 我吓死了 我第一次看过 死于非命的 我不要描述 那个状况跟你听 而且我还不知道 那个殡仪馆 那个是古 是站起来的 你听得懂吗 他是这样拉下来 不是这样抽屉打开来 是这样站起来 所以那个人就这样下来 然后那个人 叫那个 动下来 他就说 那个时候 你走开 我就走开嘛 他一动下来 我吓一跳 就冲我免天降下来 就那个人就躺在那个地方 我一看我吓了眼睛 我赶快 我跟 大概两秒钟三秒钟 我眼睛再也合不起来 我吓死了 我们叫那个姐妹 后来门一打开来 我就跟她说 你不用进去 我就跟她说 叫我那个船道人 把那个太太带走 五十几岁 我说我去处理 这样 然后那殡仪馆 把门打开 警察说开门 打开 是不是你家 是打开 这样子 我一进去 我看了一眼 我就出来跟她说 是你先生 她说她要看 我说你不用看 她说我要看看 是不是我先生 我说你先生我知道 我认识 是你先生 你不用看 她为什么不让我看 我说你看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不是保留住 保留住最后一眼 你看你先生的样子 不是就很好了吗 听我懂我在讲什么 你何必看呢 我确定就好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认真面对死亡 或者你不得不 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人类内心 最深的恐惧是死亡 我刚才讲的 那个还是一个外表 其实我们最害怕的 不是这一个 在所有人类文化当中 最分歧 最多样化 最奇怪 最复杂 就是人类的葬礼 人类的葬礼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每一种文化 每一个时代 对于人死后 要怎么样处理 都不相同 刚才我们说 他是用那个果丝布 对不对 所以有一年我到 那时候我不知道 有一年到意大利的北部 他们就说 李长老 你到这里了 我们带你去 杜礼 看耶稣的果丝布 我们也跟人家去看 他就是后来 把它张开来 然后做成那个 放在那个地方 给我们看 这样看 后来看了半天 讲节半天 出去后 他们告诉我说 这个是复制品 不是什么 那复制品 我看照片就好了 还跑了 他都不一样 他说因为 原来的那个东西 就藏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它只是复制给你看 可是original 你不可以看 它不给你看的 因为那个都是 考古学在用的 我也不知道 那个是真还假的 我一直说 原来那个是真还假的 我不知道 很奇怪 埃及古代 东亚古代 西亚古代 印度古代 每一个文明古国 所表现出来 对于死亡的人 如何处理 非常的不同 对不对 所以才会 你到各大博物馆去 都有木乃伊 对不对 木乃伊是干什么 就是一种葬礼 是一种葬礼 每一个葬礼都不一样 有的重点放在 安慰存活的人 这是最少的 大部分的重点 是让死者 可以走得很好 或者保存 将来或许他要复活 但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各式各类的葬礼 都显示出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 无知 忧心 我相信大部分人参加 伤葬仪式的时候 会难过 会哭 会难过 会哭 一方面是真正的 在思念故人 就是我们的家人 或者想到 我们对他的亏欠 有的时候是 内心亏欠的眼泪 或者想到他对我们的好 或者想到他生前 做过什么事 但在伤葬仪式当中 无论忧伤或痛苦 都无法掩盖一个人 内心最深的想法 那就是 到底死亡是什么呢 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面对死亡 我自己的反应 以及我要怎么面对 其实每一个人 对我这种情况 比较少人像我这样 到后来已经 有一点点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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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太想死亡的事情 我主要是看活着的人 那像我们这种 就是专业嘛 对不对 就好像医生一样 有时候我们觉得 医生很没良心 我痛得个半死 跟他讲话都很轻松 有没有 为什么 他不是 他起初看病 一定不是这样 后来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情没有太严重 过不久你就会好了 可是你没有体会到 我现在痛得要死吗 可是 你久了你就知道 可是我们有没有避开 那个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到底什么是死呢 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 知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可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了解 后来我们就相信圣经了 基督徒死后 要往哪里去呢 那里我们会遇到什么事呢 我们如何看待 死亡这件事情呢 还有死亡之前 才更重要嘛 对吗 那死亡之后就 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啦 但是当然需要知道 然后你要记住 然后你要相信 然后你要靠那个 然后就往前走 可是活得怎么活呢 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追思礼拜 明明知道 爱惜主怀的那位弟兄或姐妹 已经得救 我们也很有把握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一生蒙主悦纳 我们仍然恐惧 担心 害怕 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 事实上在我们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恐惧就是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最主要的不是我们不相信圣经 我们大部分都很相信圣经 或者在没有信仰的人而言 他找不到答案 其实也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除了非常少数 他说出来 我们还不能验证 或者还不能给他确定 他讲的是真的以外 没有一个走过死亡的人 回来告诉我们那边的情况 你就是看很多的 中世纪留下来的神学的书籍 讲他怎么样下到地狱 进到天堂 或者很多人讲 民间信仰也很多人讲这个 你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面对的事情 这个死亡的这扇门 开了我们进去 就没有人出来过 没有人出来 我们怎么会知道那边的状况 如果我们有一个朋友出了国 后来没有再跟我们联络 你再怎么找他找不到 你会问说他到哪里去了 对吗 The line 他最近说他出国了 他出国就一直联络不上 最有可能是换手机 不要太紧张 他没有重新把你加回来 所以你不见了 所以 可是你不知道他状况 所以你就 可是死亡是我们看了这个人 后来他埋葬了 后来他火化了 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们怎么能不担心呢 还有一个 其实是这样 如果是by random的 我们也不怕 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每一个人 对不对 我妈妈 因为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十年 那我妈妈 大概在几年前就交代我们 我最后面一定就是放弃急救 最简单的急救都不要 就是只要侵入式的一律不许可 这样 他就说 我要过去了 我也活累了 那我没有把握 活在地上还能够怎么样 所以只要 只要能走就让我走啊 我妈妈讲了很多年了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 这是他现在讲的 那真正的时候呢 又不一定 因为人类会害怕 将来要到哪里去 所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而且我们也没有经验 而且也没有过来人告诉我们 所以我想我们内心最深沉的恐惧是死亡 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无知 无知 可是就在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段时间 耶稣借着一个神迹来说明 或者说要来帮助我们 面对这件事情 他不仅是用言语说明 他要赐给我们永生 叫我们永不灭亡 他也用一个实际的行为告诉我们 用一个实际的行为 就叫拉扎路出来 然后让他活过来 他说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段非常伟大的宣告 让我们从这段圣经来看 四件事情 第一 第一 他有能力让死人复活 这是第一个概念 他有能力让死人复活 我们刚才提到死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里复活 死的寂静是永远的 当一个人进到死亡以后 我们就不能再遇见他 不能再看见他 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都还没有把握 将来能不能看见他 这个需要我们的信心 需要我们的信心被打开 需要神特别的恩典 我因为送过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人 我父亲 我岳父 我们叫很重要的同工 有的都很年轻 非常年轻有为 所以当我在面对追思聚会的时候 我更多的时间是在思想 我自己要怎么活着 怎么活着 我要怎么活着 才会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问题 可是在这边 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证明他有能力 让人从死里复活 除非你不相信圣经 除非你说 相信圣经是不可靠的 那就算了 如果你相信说 他的记载是真实性的 那么我们从 约翰弓刚才念过了 第十一章的三节四节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来 去见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要为上帝的荣耀 叫上帝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原来当时有一个家庭 跟耶稣很好 马大马 马利亚跟拉撒路三姐弟 他们跟耶稣很好 拉撒路生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马大就赶快找人去找耶稣 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就说 你跟我弟弟感情很好 现在他病了 你赶快来 耶稣就说 这个病不会死的 乃是要见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以为耶稣就马上 动身去伯大尼了 是不是 因为他说这个病不会死 或者他不需要去 他可以隔山打牛 那也没问题 可是没想到 他不仅没有去 而且他也没有隔山打牛 他就在那边住了两天之后 他说 我们走吧 你知道吗 他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四天了 死了四天了 十四节十五节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他们那里 就欢喜 是因为你们的缘故 因为门徒说 说还要去吗 耶稣说他死了 那你前面不是说他没有死 也不会死 怎么现在又说死了呢 也就是说 耶稣单言的十日 是为了让拉撒路死得更久 要是让他死得更久 耶稣把时间拉长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人可以知道 他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 他是故意的 事实上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前 他并不是没有叫人从死里复活过 有 在马可福音 他叫亚鲁的女儿复活 在路加福音 他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可是这两个复活的记载 有人有疑虑 为什么 因为亚鲁的女儿是刚死 停在那里 耶稣进去把他叫活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是昏迷 不是真正的死亡 心跳时间不够久 脑波其实没有停 所以呢 他只是把他叫活了 而第二个呢 那那拿因城的寡妇呢 因为当时的规矩是 一离开这个世界 你确定你就要把他裹尸布包起来 然后就把他送进去 所以立刻就出病 立刻就出病 可是犹太人的思想是 要满四天才是真正死透了 所以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 他最后一次 他要让一件事情发生 或者说这件事情 他要让他 显明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让那个人死了四天 他故意拉到四天 这样犹太人就会说他是死了 因为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 跟亚鲁的女儿 他们都说 他有可能没有死透 这是当时的状况 事实上 他们要把一个人过世 送到坟墓的时候 他要做到必要的捷径 他要抹上香膏 然后再把人送进去 所以当耶稣要叫他拉到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相信 他能够做到 甚至连他这个 马大都说 耶稣不要做这个事了 他都已经臭了 他都已经臭了 我因为要主持很多的 有的时候要等法医来验尸 所以他就放在一个 没有冰的地方 那有时候法医不是那么的准时会到 因为他要到这里 到那里 所以有的验很久 所以他们就是排好班的 一通知他就说 好 排了马上过来 马上过来 可是你怎么在上一个要验多久呢 所以有的就超过很多个小时 有两个心肌梗塞的 都超过八个小时 可能安息了 超过八个小时 然后他家人就抱着他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了 你抱了抱好了 放下来吧 就这样子 他就说我不放 他说他还会活 我也不感觉他已经死了 大家都知道他死了 我就说你放一放 放下来放下来 因为他已经一段时间了 他身体会有失斑 开始产生一些变化 这个人死了四天了 怎么可能呢 可是耶稣是为了要证明 自己能够有能力 叫死人复活 他故意脱过时间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 你觉得这件事情 跟你有没有关系 就是耶稣 是一个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的神 可是我认为 现在你坐在这边 是很健康的 所以听起来 是很舒服的 对不对 或者说 不要跟我没关系 可是事实上 因为我们需要面对 这件事情 对人而言 死是我们最害怕 对于死 我们是最无知 可是耶稣 有能力 让死人复活 这件事的重点 不在于死去的人 复活要做什么 不是 不是死去的人 复活要做什么 因为拉撒路 后来就没记载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重点 不在于他活了后 又活了多久 然后做了什么事 不是 重点在记载这件事情 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有能力 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有能力控制死亡 他有能力决定死亡 他有能力让死人复活 既然他有这个能力 其实我们就知道 长死权的是谁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因为飞来飞去 我也曾经跟你们 应该分享过两三次了 我因为飞来飞去 所以我常常 很担心我会 交通意外事故 这样 年轻的时候 我就担心说 我太太太早做寡妇 儿女太早做孤儿 很可怜 对吗 所以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 当然了 我就跟主说 主啊求你保守 我平安起飞 然后起飞还不够危险 对不对 下降的时候 一定要安全 有坐过飞机 从美国飞回来 从头到尾 那个飞机的机翼 我感觉像鸟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个飞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那么严重 就是一直上下 就几十公尺的 心脏跳到不行 这样 不是我叫 所有旁边的人都叫啊 然后机长就说 放心放心 我们这个飞机 是承受得住的 讲这个话 不是吓死我们吗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有可能承受不住嘛 对不对 哇那压力很大 有个人都大叫 后来那个 有的人不行 就吃安眠药 可不可以睡一下 睡一下 然后睡着就绑好啊 压力很大 我年轻的时候 怕提早死 怕早死 早死太太可怜 儿子可怜 一直到有一天 一直到有一天 我又祷告了 我就跟神说主啊 我说 我其实不是怕死 因为我知道 死是好的无比的 我是怕我儿子跟女儿 跟我太太 是孤儿寡妇这样子 我就跟主说 有一天那时候 大概大概四十岁左右 我想 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说 我不要太早死 是因为怕 太太做寡妇 儿子做孤儿 我突然有个感动 我想是圣灵的感动 他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照顾他们 不及你照顾他们 对吗 就是我照顾他们 不及你照顾他们 所以我要靠你照顾他们 他说你怎么知道 不是我照顾他们 没有你 比你照 我透过你照顾他们 还要好呢 听得懂吗 后来想想也对 他也可以在假说 比我好多了 对吧 你们这 你们都不太思想的 你们都这样子 一直过日子 都不太思想的 你知道从那天开始 我就不怕我提早死亡了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并不取决于我 我担心它也会发生 我不担心它也不见得会发生 而生死是掌握在神的手上的 所以我就不怕了 真的 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都没有怕 我早一点死 我在讲说重点不是我 而是我希望我太太 不要很可怜 因为我太多 看到教会 太多弟兄姐妹 我觉得她很可怜 那是我觉得 她不一定不可怜 她不一定可怜 是我觉得 所以当我们知道 她有能力让死人复活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大的安定感 第一 第二 她知道自己将从死里复活 从这一段的历史记载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显示出 她自己知道 自己会从死里复活 我们刚才提到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间 是发生在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 之前的一段短短的时间 这是很大的神迹 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想就不稀奇 我们越想就越不可能 我们为什么说人类当中 死人复活最大的神迹呢 因为我们知道摧毁的力量很大 对不对 但是复原的力量怎么样 更大 我这个年龄的人 特别是去过美国的人 都会记得911事件 对吗 你还记得那个飞机 插进去那个双子星的那个样子吗 我都现在都还记得 那天我正在跟别人讨论事情 在我们家有三四个人 跟我一起讨论教会的事情 突然秋花说 你这你在看 我们跑去看 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 好像真的耶 后来电视新闻一直报道 我们都是怎么可能呢 一架飞机插进那个双子星 然后就把那个双子星融掉了 美国纽约的那个摧毁的力量 我们简直不感情 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把世界最高大楼其中之一的双子星大厦摧毁呢 可是我上个月从美国回来 我美国回来之最后一天要去机场的那一天 我一个朋友就把我带进去纽约 因为我从1997年到今年 我每一年都有进纽约 去那边讲道 去那边服饰 然后我要进去纽约看一眼 看纽约还在不在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我很喜欢它的diversity 我很喜欢它的活力 我常常开玩笑说 在纽约做homeless 在纽约做homeless 它的眼睛都会告诉你 我就要做homeless 你听得懂吗 我到过很多城市 很多人的眼睛 就是它其实是很有钱的人 它的眼睛也告诉你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可是纽约的homeless 眼睛都告诉你 我知道我为什么做homeless 我为什么无家可归 是我自己决定的 所以我很喜欢 那个很活泼的城市 当然我们当然就是 巡礼要去绕一下 那个双子星拆毁了 后来建起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飞机插进去之后 把那个整个大厦弄毁 就几个小时 可是重建花了非常多年 所以摧毁很容易 重建很困难 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疾病 叫人衰弱很容易 但要叫一个人从生病后 慢慢恢复 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吗 去今年的一月 我们台湾真的是平行时空 所以搞不清楚我们 全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新闻嘛 对不对 新闻就是明天就变成旧闻 因为有新的新闻出来 所以我们没有真实的感受 我在很多地方的朋友都过世了 都过世了 我们国际欧华神学院的副董事长 过世了 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就得了这个COVID-19 起初还跟我们打 还跟我们流话 还没讲得很开心 说没有关系 我进到医院怎么样 后来因为很严重 后来他带来跟我们说 医生把他昏迷了 问他为什么呢 医生说治疗看起来不太顺利 要把他昏迷 后来就进加护病房 加护病房 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真的没办法 插管 插管后来 他们的医疗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 插管 插管后来就说 给他趴着 插管可以趴着吗 我不知道 他们真的插管给他趴着 我不知道 插管怎么趴着 我不懂 后来他们就跟我说 上业科膜了 上业科膜 上到第十二天 他说业科膜拿掉了 我们说 好了吗 没有好 但是医生说 不能再带业科膜了 就拿掉了 拿掉了 活了就活了 死了就死了 就这样 后来拿掉了 后来一拿掉之后 就立刻弃切 弃切又 后来好了 再加护病房四十天 他完全昏迷 医生是最后把他拍醒的 把麻药放低 放低放低 把他拍醒 拍醒之后 开始漫长的 复原的过程 他后来讲 他说那四十天 他完全没有知觉 所以他不知道疼痛 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他说 他醒来之后的那 二十天左右 他说每天都想自杀 他这个传道人 他就跟神说 让我死了吧 因为他喉咙 要像火烧一样 医生不给他喝水 我说这是怪事 这折磨人吗 他说医生说 就是这个时候不能喝水 反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他现在活了 从一月到现在 他现在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他跟我们上Zoom的会议的时候 他每个半个小时就要站起来 他这个很有耐性的人 他那个就站起来 他就说对不起 他说我站着跟你们讲话 然后就一直动手动脚 然后过去这么久了 他的嗅觉还没有恢复 嗅觉 然后他的脚 脚的脚踝这里的神经 还不够有力气 还传导还有那个 肌肉还在练习 他就没办法告诉 他没办法叫脚抬起来 他走路要很小心 不然会跌倒 对吧 他就问他为什么 医生说还不知道 对就是这样 你看摧毁多容易啊 复原多难啊 把有生命弄成无生命 很简单嘛 刀子插进去搅一搅 对不对 而且要插对地方 他就很容易死 可是你要叫一个死的人 怎么复活呢 可是这里耶稣 他有能力让死人复活以外 他知道自己要从死里复活 要从死里复活 我刚才提到 我常常主持追思礼拜 我会想 谁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起初 现在我都不这样想了 如果他能从死里复活 他家人不是很高兴吗 死里复活几天也好 你听得懂吗 因为儿女可以再跟爸爸说一声 我真的很爱你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父母可以跟儿子说 你好好的平安的去吧 我们你不用担心 该道歉的道歉 该做什么的做什么 不是很好吗 我常常这样想 可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人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也知道 这是不太可能 在我有生之年 我就看着 所以我每一次追思礼拜 结束回去之后 我一定跟秋华说 我太太 我说 我觉得不要等到那一天 再来想要怎么办 我决定从今天好好爱你 所以我太太还蛮幸福的 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今天爱他 比快要死的时候 说我爱你还重要 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爸爸 非常爱他的孩子 一对夫妻 他们没有孩子 他们缩养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本来是个可怜的孩子 这个父母很有钱 非常有爱心 去收养了一个孩子 一直照顾他 把他当成 他照顾得很好 给他受很好的教育 穿最好的漂亮的衣服 小女孩 然后这小女孩 什么都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跟他爸爸过不去 常常跟他爸爸说 我最讨厌你了 你都不爱我 不大不想我 我最讨厌你了 他很多的话 所以我常常去病房的时候 他得的是胰胀癌 所以很快 速度每天就非常快 我们常常去祷告 很重要的同工 教会 常常会祷告 后来他们就把他女儿找来了 因为他们跟我们说 大概最后一天了 把他女儿找来 那他女儿从来不相信 他爸爸会生病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 是一个大公司的大老板 所以他就来说 他就看他爸爸 后来他看我们 每一个人都很认真 就快要过世了 他突然发觉说不对 他突然发觉说不对 他就跟他爸爸说 他就看着我们 那孩子十出头 十出头 九岁 十岁 十一 大概就这个年龄 小学没毕业 他就说真的会死吗 大家说真的 他就跟他 他就跳上床 就打他爸爸 打他爸爸 他说你不可以死 他说你不可以死 他说 他说我从来没有 对你说过我爱你 对不起啊 因为我想起那个画面 他说我从来没有 跟你说过我爱你 其实我是爱你的 他爸爸当然知道嘛 可是他爸爸从来没有 听过他女儿说他爱他 然后他爸爸就哭 然后那个女后就说 你绝对不可以死 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死 这样子 那天就死了 就死了 他最后一天还是有说到啦 所以我每次回 因为我在现场嘛 所以从那天回去以后 我找我 我说一百多次追世 我回去 每一次回去 我都跟我太太说 我要比以前更爱你 所以其实他真的还蛮好命的 真的啊 我非常爱他 非常疼他 当然是在真理里面 他不能耍赖 对不对 不能乱赖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知道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知道死亡 不会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活着就应该好好活嘛 而耶稣在这边不仅 他有能力让人从斯林坡 他也知道自己会从斯林复活 所以按照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 他一直讲到荣耀 荣耀 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 他越到后面 他就越说荣耀 他说这并不适于死 乃是为上帝的荣耀 叫上帝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所以事实上耶稣说荣耀 就是他要钉十字架 然后死 然后埋葬 然后复活 这就是荣耀 所以耶稣知道自己会从斯林复活 这是第二 第三 肉身的死亡 肉身生命的死亡 与灵性生命的死亡 有所不同 耶稣叫拉撒路从斯林复活的 这件事情 显示肉身生命 与灵性生命的截然不同 今天我们很在意 我们这个肉身生 会不会死亡 以及我们这个肉身死了 会到哪里去 事实上不仅我们很在意 这件事情 而当耶稣 当马达和玛利亚 在意的 也知拉撒路的肉身的生命 第三节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 就见耶稣 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为什么拉撒路病了 他们来找耶稣呢 因为他们希望耶稣 能够医治他 二十一节 马达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所以当耶稣到了 伯大尼的时候 马达就抱怨 他说 你若早在 他就不死了 可见他希望他不死 到了三十二节 马利亚到耶稣那里 看见他就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所以他们都讲的都是肉身的死亡 可是对耶稣而言 事实上 死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单纯的肉身的事情 我念一节给你们听 第四节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上帝的荣耀 他说这病不会死的 可是四十四节 十五节 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所以这两个死 一定是不同一个死的 前面那个是生命的 灵命的死 后面那个是身体的死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会有肉身的死 我们还有一个灵性的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有的时候提到 死是指肉身 有的时候死是指灵命 可是灵命的死活 永远比肉身的死活 还要重要 因为如果你灵命死了 那么肉身活或死 其实它都是一个时间点而已 可是如果灵命是活的 那么肉身死并不影响灵命 肉身不死 那当然肉身跟灵命都是活着 最重要的是灵命的死 从神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灵命 永远比我们肉身更为重要 那什么要的灵命呢 就是我们跟神互动的生命 我们跟神互动的生命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地位上的 一种是生活上的 什么地位上的呢 我想各位在座的 这种疫情你还来 对不对 当然台湾是很紧张 所以不然的话 在美国在这里面 就会没有人戴口罩的 大家都这样 他们还每天 多少人在确诊呢 我们这里真的是比较乖 你们还来 你们大概都是 灵命上是活的 所以你才会跑来嘛 而且你们是 地位上灵命活着 可是我今天要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不只是地位上灵命活着 我们还要生活上灵命活着 什么叫地位上灵命活着呢 地位上灵命活着 就是我们属于他 生活上灵命活着 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可以跟神有来往 或者我用一个方式讲 我们都有中华美国国籍 我们都住在台湾 如果你有美国护照 或者你有法国护照 或者你有 你也是另外 你有第二国的护照 这个在台湾是容许的 所以没有问题 你有第二国的护照 就表示你是那一国国家的人 你是那个国家的人 可是你不一定过 那个国家的生活 对不对 我这一次因为去美国服事 然后也跟我儿子 他们住在一起 住了一段时间 我太太都跟我说 美国果然是好山好水 好无聊 我儿子已经住在比较 当然他是住在 不是住在city 他是住在New Jersey的 一个town里面 他已经住得离town center很近了 我们要走路十几分钟 那冬天是走不动的嘛 对不对 夏天还不错走一走 走到town center 问题是附近 都没有东西可以买 所以呢 没地方去 除非我儿子开车带我们 不然我们没地方去 我就跟我儿子说 下次我来 我要带自己的驾驶执照来 不然的话都没地方去 我生活在那边 我不习惯 我回来之后昨天 前天跟他们同工们吃饭 跟你们长老们吃饭 然后我就说 这是我四个月来 三个多月来 吃了最好吃的一顿饭 因为我刚才解隔离 你放心的 你超过时间了 十四加七又超过七了 所以你们安心了 你们最讨厌我们这种人 对不对 从国外回来的 那我就跟我 事实上 如果我拿到美国护照 我没有 因为我是中华美国护照 如果我拿到美国护照 我完全过不惯美国生活 我能不能算美国人 地位上算 但生活上不算 对不对 你们地位上都没有问题了 灵灵是活的 可是实际上是不是活的 生活上 所以活就是什么呢 跟神能够来往 把事情告诉神 问他这样好不好 那样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可不可以那样 所以肉身的死亡 跟灵性的死亡 是有所不同 耶稣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让我们知道 肉身的死亡 其实不太重要 因为后来 拉撒路就不再出来 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是跟我们说 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讲灵命的死与活 我们更看不见了 对不对 他从肉身的死与活 让我们看见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看中 我们在地上肉身的死亡 以及灵命的死亡 最后一点 他要满足他先前的宣告 他是永生的赐予者 他是永生的赐予者 他前面就说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刚才不是叫你 把这句抄起来吗 对不对 要放在手机里面 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是神答应我们 我们一旦信靠他 他就把我们放在他的手 不能把 我没有人可以把我们 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 除非我们自己跑掉 注意啊 我们是可以跑掉的 他要紧紧地抓住我们 我们也可以跑掉 对不对 所以他是告诉我们 他是永生的赐予者 可是我们要保守在他的手里 他愿意保守我们 他说他比万有多大 他会告诉我们 他赐给我们永生 我们永不灭亡 这个灭亡当然不只是身体的灭亡 是灵命的灭亡 没有人可以从神的手里 或耶稣的手里 把我们夺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永生就是永远可以跟神有互动 其实我们所要害怕的 不是肉身的死亡 因为我们肉身一定会死亡的 我们所要担心的是灵性的死亡 第一 地位到底有没有 告诉各位 如果你已经信主了 你就有地位了 那如果你有受洗了 就是有官方文件了 对吗 第三 你一定要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就能够经历它 我们要担心的是 我们灵性的死亡 当我们不在见神的面 当我们害怕见神的面 当我们躲避见神的面 当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心 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上面 是死亡的 就只帮助我们 不用害怕这件事情 因为你有那个地位 就可以过那个生活 我刚才提到说 我过不惯美国生活 可是你知道 有三亿多的人 都在过美国生活 对吗 也就是说 那个地方是可以活的 但是要看我要不要活而已 当然我今天没有美国护照 所以我也不会搬到美国去 我没那么笨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但是 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已经有灵性地位 我们能不能够享受这个生活呢 你起初一定不习惯 但慢慢是可以习惯的 因为这么多人都这样活着 我们来祷告 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能够拥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虽然担心害怕 不解肉身的死亡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给我们恩典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医生姐妹请起立 我们一起一会 Karena 那么